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游席坤 他申请借用呢 板桥火车站附近举办选前之夜 申请了三次 都被新北市政府以影响交通给驳回 不过呢游席坤强调 宪法保障人民集会自由 他会继续依法身负 而游席坤的选前之夜的舞台 目前已经在板桥站前路旁的广场 搭建完成了 不过板桥分局强调将要依法执行 板桥火车站前的中轴广场 从凌晨开始搭建民进党 新北市长候选人游席坤的选前之夜舞台 不过新北市板桥区公所 并未通过这个场地的申请 因为活动场地一再选在板桥火车站的周遭 被区公所以捷运施工交通打劫 跟广场依法不得办理政治活动等理由 三度驳回 有的地方事实上就是两年前 小英进选总统所有都在办过 那现在就不让我办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疑惑 游席坤办公室痛批朱立伦行政不公 干扰选举 不过选前冲刺 扫街败票的朱立伦低调 不正面回应 我希望在选前最后的阶段 大家都是以理性平和守法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希望这个选举是一个快乐的选举 板桥分局强调游席坤的选前 职业场地尚未取得使用许可 如果非法集会 警方会依集会游刑法依法办理 游席坤强调选前职业的场地 还在行政救济中 如果警方举牌制止 活动还是会继续进行 警方也强调考量这个活动 并非单纯的集会 三次举牌后本来依法可以制止或命令解散 但今晚会在现场全程搜正 等活动结束后 再要求负责人道案说明 韩宋法办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